还有一位同学 他就是学期开张法门呢 有四个月 他身边呢 就是总是有一股 那个刺鼻的味道啊 有时是在白天 有时是在晚上 最近就是晚上 刚睡觉前 就是闻到马屋子 有这种味道 他这种味道 不是来自于他身上 也不是他的房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就总觉得 好像身边有个东西 好像是这个东西 发出来的 嗯 如果这种味道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房间里 真正的味道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可能是灵界的 但是灵界的东西呢 一般的味道 不会一天到晚有的 所以也不要叫他 他迷信 叫他自己看看 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老鼠死了 或者什么东西啊 躲在墙角里边呢 什么死掉了 这种也有可能的 明白吗 嗯